我身边这个弟弟叫张晓年 家庭条件一把 父母不在身边 长期跟爷爷奶奶一起居住 家里面唯一的生活来源 就是靠爷爷奶奶延老机 但是前一阵 在学校发生一件特别不愉快的事 隋哥就是前一天 在我班中上课的时候 然后我手机响了 我平常都是带手机的 为了跟我爷爷奶奶联系啥的 然后平时我都是关机的 上课同样是出生 就那天上班课的时候 忘记关机了 然后就出生了 然后他就挺生气 直接过来把手机抢了 就甩地也不甩了 就没问我 把你手机给甩了 当时全班40个人都在 就是挺能练的 那这老师是一直都这样了 但是我那一个同学他在流眼 他家条件就挺好的 然后他上课 把手机抢出生了 老师也不说了 这边真热 BJR20 对 爷爷奶奶知道老师班 是不是有帅了 爷爷奶奶都知道 他们什么反的 没办法 所以这个公务也不来家 但是我们爷爷奶奶没教育 他们也没教育好 手机拐不拐的吧 겅行行行行去 帮助人家 来来来来来 跟搬搬过来 嗨 你好 xd 对 然后今天过来行就跟你说着 看那个小学上班家了 啊对 那你去教室等会儿吧 怎么今天你没有时间 一会儿都多了 等会儿 等会儿 这教室小教室 小教室你坐着吧 等会儿 该接着 等会儿 你们老师的教不还挺吗 哎 给我帮助人来了 这是我哥哥就帮助人 哎 这两盆家长啊 哎 对 我这两盆家长 嗯 一般跟家长谈话 等五天以后啊 这点赶呢 不是 我平时也挺忙 孩子 挺长时间没过来看看 你忙 我们比你更忙啊 哎 平时长话都说吧 这也是午休的点 平时不都放奶奶来吗 他奶最近没在家啊 他之前的跟家里面告诉我 学校最近这心情也不太好 也不想来 也不知道为啥 啊 因为啥呢 他最近学习吧 中等水平 而且还在下滑 中等水平还在下滑 对 因为啥 他上课总玩手机 而且他玩手机吧 经常想他那个手机 影响于别的同学 而且还影响我上课 上回我一气之下 就给他甩了 他这个手机不是误会吗 但是他不是说 因为疏忽 那个手机没调经音吗 然后就手机就响了 别人的手机怎么不响呢 怎么就你的手机响呢 你问张老明他啥不啥 他不啥吧 那学习成绩怎么就上不去呢 他学习成绩不好 他也不是说单纯玩手机 再一个老师我就听他说 那学校里面叫什么 就刘洋 什么洋洋那个 他玩是他手机响呢 怎么就不管 那张老明手机响呢 就哗就得摔了 说出来就摔了 对啊 人家刘洋洋他爸的教育局 人家爸爸平常找八王回家 有时候还来探板的 看儿子上课怎么样 人家从来摔上手机 你们家长怎么带着孩子 一年都来不了一回 你家伙怎么说呢 他爷他奶奶平时不也经常来接 那可能就是老年人 他不懂教育什么呢 你说你把手机给他摔了 当着40多个学生的面 孩子心里面有没有自诊心 再一个他学习成绩好坏 他跟家长他干什么有啥关系 再一个你们学校里 你是什么地方呢 你是一个什么单位啊 你说连没收手机的权力都没有 更说别说摔手机了 对不对 你误会他了 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能给孩子下定论呢 是不是你家孩子有病呢 你们医院抗息的医生吗 老师哎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我感觉你那么老师也有点问题 你还能不能当老师了 他你作为老师 你应该言传身孝对不对 孩子有问题了 悉心教导 耐心指导 有点耐心 你怎么随随便便就给孩子一个下定论呢 什么玩意傻不傻的 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 你肯定要负大责 听到了吗 不能搞了 能不能搞了 可以来当心铁 这个吧 你看到就咋样 你也别拿什么好的手机了 你们在哪儿触合 在哪儿触合 触一下 好久时间 这个没有用 哪有机因为学习的肯定要过来 哪有机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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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